各位同學好 歡迎各位同學選今天這堂危機的課程 那是不是可以麻煩同學 這排不要做人好不好 因為這排有攝影機 然後就做這兩排 做這兩排 然後如果你有認識的朋友 也會選這堂課 然後還沒有來的 可以打給他一下 覺得好像要掉一點的 因為我們這堂應該有15個或14個才對 這樣有15、14個嗎 11個掉了3個 然後也沒有其他的在 好 沒關係 那 好 很大 欸 大家不用太拘謹 大家午安好 我是這一堂上課的老師 我叫Alan 那想問一下 就是 這邊現在有男女的嘛 對不對 有男女的 然後有佳琪的 然後有男一宗是不是 男一宗還是男二宗 喔 你是男二宗 男一宗 喔 男一宗 還有沒有其他學校的 熊女的有沒有 有嗎 有嗎 所以我們這一場 目前總共有就是 呃佳琪然後男一宗男女 然後就 哇 換歌 為什麼 為什麼我代丟這段換歌 太炫耗了 幹嘛 好 欸 正祥 各位幫我去看一下 那個人好像有少 好 那各位同學就幫我打開你們 就是這學校的電腦 然後幫我到這個短網址 我把它好大一點好了 這樣夠大嗎 應該可以吧 好 那 早上有簡單教你們用HackMD嘛 聽得懂的請舉手 真的嗎 真的聽得懂 太棒了 感恩 好 那 大概只有三個人知道HackMD怎麼用 剛剛有在上面講幹話的舉手一下 真棒 讚 很多奇怪的 很多奇怪的東西就是在上面幹話幹出來的 所以不用 不用 不用覺得太奇怪 那 呃 幫我到這個HackMD上面去喔 那 裡面有今天我們要上課的內容 好 那我想先問問各位同學 就是想選這堂課的原因是什麼 來 中間黃色的大哥 貴姓 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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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後面那些女生 你為什麼要選這堂課 忘了 覺得不錯 看得順眼 手滑了就舔了 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 那在場有沒有已經寫過圍基百科的 你寫過 寫過條目嗎還是 編輯 一整個條目裡面 幫別人修 幫別人修 這是什麼樣的條目 密碼學 密碼學的 厲害厲害 不錯 是密碼學跳部本身嗎還是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厲害厲害 所以 只有 一位有編輯過 所以你有帳號 有 那在場的 沒有帳號的 可以幫我舉手一下 沒有維基帳號的 七個而已 好 謝謝 七個 七個有點危險 那 今天我們這堂課 原本在宣傳上面叫做 維基百科編輯的教學課 那我們現在 我剛剛幹話了七分鐘 那我現在要開始講一些 跟維基百科有關的內容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 其實都在這個HackMD上面 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要看你就 就自己看 我在講說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 維基百科改的 有在看志祺七七的嗎 這部片有看過這幾句時候 都還沒看過 都還沒看過 那今年剛好是維基百科 二十週年 今年剛好是維基百科二十週年 那 維基百科是從 2001年一月多的時候 就創立了 那我們今天會 稍微簡單講一下 維基百科是怎麼樣運作的 那其實在這部影片裡面 已經講的都蠻不錯的 但是我們今天要 講的更多 我們今天要講的更多 首先我們要先來講第一個問題 維基百科是誰管的 大家覺得維基百科是誰管的 你們覺得 不知道 維基百科是誰管的 因為有錄影我就講的比較寒虛一點 就是每次在網路上 PTT上面 你們也不會有PTT 我也沒有 問一下 現在高中生用Metro有多嗎 那個是叫Metro嗎 蛤 他是叫Mity 總之就是那個可以摘新的那個 知道我在講什麼 Metro 都有用嗎 還是其實還好 這個超低卡的 完了 要被錄進去 好 那首先 我們先來 就是聊一下維基百科 我希望在前面 大家如果 對維基百科有什麼問題 可以現在先問 大家對維基百科有什麼問題 或是你覺得維基百科有什麼 很奇怪的地方 你想先知道的 有人想先問嗎 沒有的話 我就直接先講下去了 有想要問的嗎 還是你們都覺得還好 維基百科超正常的 然後我對維基百科 什麼都了解 應該沒有吧 你們應該平常都會看維基百科吧 操作業有操過維基百科吧 我從國中一開始操了 超好操的 然後 抄的時候請記得 那個1記得要消掉 不然老師都知道 你從維基百科超來 然後 雖然 你不消掉 我們也還是會知道 你是從維基百科超來 因為Google一下就知道 那首先我們先從幾個 我們 維基百科的概念 從三個問題來講一下 維基百科 第一個問題是 維基百科是誰管的 維基百科 很多 很多的成人 很多的人來 參加我們的活動 常常會問的一個問題是說 有沒有台灣的維基百科 或者是說 有沒有香港的維基百科 或者說有沒有中國的維基百科 所以這個我們先回成第一個問題 就是維基百科是誰管的 首先第一個 維基百科它是 不是用國家來分的 也就是說 並不是說今天 這個好政治敏感 總之就是 不是說今天一個國家 它就會有一個維基百科 像是 像是 加拿大 大家知道加拿大 有講什麼語言嗎 有加拿大語 還有講什麼 對 他們有法語區 然後還會講英文 可是 事實上 並不會有一個 加拿大的維基百科 但是他們會有一個 加拿大語的維基百科 然後他們會 他們也不會因為說 加拿大裡面有法文 或加拿大裡面有英文 然後會有加拿大版本的 維基的 英文的維基百科 或法文 不會都不會 維基百科的發展 它是用語言去區分的 所以一個國家 可能會跟其他的國家 共同去參與 某一個版本的維基百科 同時 一個國家可能會擁有 很多個語言版本的維基百科 也不是講擁有 就是一個國家裡面的人 會去參加很多種 可能的維基百科 像是以台灣來講 你們覺得台灣的人 會參加什麼語言的維基百科 來 你們覺得會參加什麼語言 中文 中文以外呢 中文以外 怎麼樣 中文以外 英文 英文台灣比較少 但也會 還有呢 那你覺得我們台灣 還會參加什麼語言的維基百科 我們台灣還有講什麼語言嗎 台灣這麼多語言 該不會一個都講不出來吧 你們這家都不會講台語了嗎 那其實還有閩南語為幾百科 還有 這裡有客家人嗎 沒有 那我就可以開客家人玩笑 有客家語為幾百科 然後也有原住民語為幾百科 然後也有原住民語為幾百科 目前有上線的為幾百科 有沙奇萊牙語 然後我們 我們的離島裡面 我們的離島裡面 馬祖有一種特殊的語言叫馬祖化 它是屬於閩東語 我們也有閩東語為幾百科 所以台灣來講 我們就有這麼多語言的維基百科 可以參加 那像是 像是我們南方有一個國家叫做印度尼西亞 就是印尼 印尼它總共有快要20種維基百科語言的版本 因為很多語言 光是印尼它可能隔一個島就一個語言 再隔一個島就再一個語言 所以說維基百科它並不是說 一個國家它會主管一個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它是各語言各語言的分開的在進行營運 那第二個問題 維基百科是誰寫的 大家覺得維基百科是誰寫的 剛剛我們後面就有位朋友他寫過維基百科 你們覺得維基百科是誰寫的 誰寫的 都沒想法 他總不可能放在那邊就自己長出來了 還是你就覺得他放在那邊就自己長出來 總要有人去澆澆水 維基百科它其實設定為 任何人都可以寫 任何人都可以寫 那你一定會問我說 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寫 那他是不是很容易上面會有錯誤的資訊 那其實這邊也要特別講到一件事 維基百科它會有一個 它有很嚴謹的撰寫的規則 大家有看到我們下面 不是下面 上面有一個小灰 我看到已經有同學有在看這本小灰了 那這本小灰裡面 有興趣的朋友 有興趣的同學今天可以去看 回去看也可以 那這個是維基百科編輯的一些基礎教學 那我們今天並不會寫維基百科 那因為你如果回去看這本教學 你就會發現這件事 三個小時很難教大家寫維基百科 那我們今天會教各位同學 其他的不同的專案 那維基百科是大家寫的 但是維基百科它目前已經發展出 非常多的這種規範 所以說其實你在寫的時候 你都要遵循這樣的規範 再去寫 就好像其實你在玩遊戲 或者你在寫Facebook的時候 它也是會有八分守則 你如果寫了什麼 母湯的東西 那你的文章就會被ban掉 那維基百科也是如此 所以維基百科它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寫 而且其實也非常歡迎大家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看到錯字 幫忙改 這個是蠻歡迎的 那可是這邊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我們的第三個問題 我應該怎麼樣正確的使用維基百科 它裡面就會牽涉到幾件事 像是大家在幫忙改錯字的時候 曾經就有一些人來找我們講說 為什麼我維基百科看起來都是繁體中文的 結果我們編輯點開裡面全部都是簡體中文 或者是甚至有些人會進去把簡體中文的字換成繁體中文 那這邊要特別跟大家講 請各位同學不要幹這件事 為什麼呢 這邊稍微給各位同學看一下 我今天會大量的使用紅樓夢來做舉例 有上到紅樓夢嗎 還沒 這個是紅樓夢 然後你現在看到內容就都是繁體中文嘛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按編輯 或者你按檢視原始碼 你就會發現 事實上裡面蠻多的內容都是簡字的 那這是為什麼呢 這個原因是因為 對於目前維基百科的系統設計裡面 他們認為其實中文它是一個語言 但是有不同的書寫法 所以說他們在進行那個書寫法的處理的時候 我們用的叫做自動轉換 就是我們會設一個法則 像是夢這個字 這個夢這個字 它簡體字是這樣寫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自動轉換的規則 讓它只要遇到這個字 就會自動轉成繁體 那所以說 在因為有這個系統的支持 就是有這個系統在裡面運作 所以 對維基百科而言 你如果進去把簡體字 改成繁體字 這件事情我們算是一種過幻 請各位同學不要去做這件事 那如果裡面 如果它裡面真的有一些錯誤 像是 就是我們最常見的就是再再不分 大家知道再再不分嗎 就是把再來的再改成 跟另外一個再 兩個都可以是再來的意思 然後搞混 好 那我應該如何正確使用維基百科呢 常常應該有很多老師都有講過 你們的報告不要用維基百科吧 有嗎應該有講過這種話吧 那但是 各位同學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說 雖然老師說 寫報告不要參考維基百科 但是 現在有很多 這樣講會不會有點 現在有很多論文 他很多參考文獻都是引用維基百科 現在很多論文都是這樣運作的 那你說這些論文這樣運作會不會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是見能見智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應用的時間點 那所以說 到底這一篇 到底維基百科是不是可以被引用的 我這邊想要先跟同學分享的一件事情是 希望你們在寫報告的時候 看完維基百科的時候 像是我今天我看完紅毛夢 你看完這些內容的時候 我希望你不要只是看完這些內容 你還要去看下面的參考文獻 正確 現在比較正確 會比較適合使用維基百科的方法 其實是你去引用維基百科下面的參考文獻 而不是引用維基百科本身 因為 難免 我要強調難免 大家有機會寫錯 然後有時候再來另外一件事 有時候參考文獻本身是假訊息 這邊分享一個有趣的 有趣的案例 去年我們先總統德輝先生是不是過世了 其實他在過世前大概一個月左右 就有一篇新聞講說他 搶到牛奶搶到 然後就有一些新聞就寫 他牛奶搶到過世了 然後從那一天開始 每天都有人會去李登輝的條目上面寫說他過世 然後弄到就是條目被我們列為就是那個保護條目 就是一般人是不可以去編輯的 要自身面積才可以編輯 因為他一直被破壞 其實去年有很多的人的條目都被破壞 甚至破壞到上行文化 像是小鬼王洪生 他在過世之後他的條目也是被大量破壞 那這個都是在維基百科裡面會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學 你在今天你在使用維基百科的時候 你比較好的做法就是去看那個參考文獻 當然你可以先從資料 你可以先去讀維基百科的條目裡面 先初步了解這些內容 然後後面的重點就是去看這些參考資料 那這個是我們簡單的說一下 這個是我們簡單的說一下維基百科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來講這一個大的圈圈 再問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大圈圈裡面除了維基百科以外 你有看過其他的警局手 你看過哪些 左下角 左下角 左下角哪一個 藍色的 然後四根柱子 四根柱子 你怎麼會去看這個 得到一個我非常意外的答案 好 太棒了 好 那這邊稍微簡單講一下 這一個圈圈是什麼意思 就是各位同學你們知道的維基百科 其實它是一個維基的大計畫裡面的其中一個小計畫 雖然維基百科最大 但是它其實也是一個 它就是其中一個子計畫 那其實在維基裡面 我們中間講那個 中間那個子叫Wikimedia 我們叫做維基媒體 那維基媒體裡面它總共有這一圈的專案 我也忘記是幾個 總之很多 那左上角又是維基百科 那這些專案 除了維基百科以外的專案是在做什麼事情呢 我直接用案例講給大家聽 大家應該會比較了解 那在直接看到最下面 維基媒體各專案它是如何去互動的 我現在用紅樓夢來舉例 像是以維基百科來講 維基百科裡面的紅樓夢它會講什麼 講說紅樓夢是什麼 紅樓夢的歷史 紅樓夢誰寫的 寫了什麼內容 反映了當時的什麼事情 有點像你們國文課會講的內容 那可是在維基百科來講 它終究是一本百科全書 它其實只能收的是知識類的東西 它沒辦法去收其他的東西 像是我們看到下面那個 下面那個叫做維基與路 維基與路是幹嘛的 維基與路就是告訴你紅樓夢裡面 有什麼名言家句 誰講的哪一句幹話講的特別好 像是裡面就有講說 看官已到此書從何而起 說來雖盡荒唐 細碗頗有趣味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 維基與路 那維基與路再下來呢 還有一個叫維基文庫 維基文庫在幹嘛 維基文庫做的事情就是 把紅樓夢的那個原文 它的全文 列出來 像是紅樓夢 你在維基文庫裡面 可以得到紅樓夢的全部內容 你在裡面可以得到紅樓夢的全部內容 然後再來是維基共享資源 維基共享資源裡面就是專門放媒體類的資料 像是圖片啊影片啊或者是PDF啊等等的 這個就是維基共享資源裡面可以放的東西 你就會發現其實除了維基百科的其他專案 它其實都是在補足一些維基百科 沒辦法做到或是不能做到的事情 那 再下面就是維基數據 Wikidata 它就是做的是結構化資料 收集MetaData 收集MetaData 它就會像這樣 然後再往下 因為 紅樓夢沒有其他的 那我就用別的東西舉例 像是有一個維基新聞 假設你今天有想要寫新聞有沒有 你也可以考慮到維基新聞上面去寫新聞 那我這邊就舉例像是 嚴重特殊性傳染 嚴重特殊傳染性貝 它就有維基新聞 然後還有維基教科書 維基教科書就是 假設你今天想要幫這個內容編一個教科書 無論是編 怎麼教這個東西 或者編說 這個東西在教學上面有什麼樣的虛知 都可以在維基教科書上面寫 雖然現在好像什麼都沒有 那最下面就 有點難的舉例 但是就簡單講 就是還有像是維基導遊 維基導遊就是 它是一個旅遊指南 寫得非常詳細 詳細到什麼程度呢 像是它裡面可能會寫說 如果你吃素 像是我今天我要來男女這邊玩 如果今天吃素食 我在哪裡可以找到餐廳 或是我今天有推娃娃車 有哪邊有無障礙的景點 這種東西其實在一般的旅遊指南裡面 很少看到 但是維基導遊可以來收錄這些東西 那接下來維基物種就是 它就是物種 它就是一個生物圖鑑 然後剛剛後面那位同學有提到的這個 藍藍的有四根柱子的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維基學院 這個東西叫做維基學院 維基學院是一個專門 可以讓你自己寫研究 做研究的地方 假設你今天自己想到了什麼樣 很有趣的議題 然後網路上沒有人在研究這個 或是沒有人在分享這個的話 你可以寫一些研究然後放在裡面 好 那最後我們講一下最中間的這個 就是Wikimedia Wikimedia其實就是維基媒體基金會 維基媒體基金會它負責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家應該有聽到 剛剛前面應該有講 維基百科是大家可以寫的 也就是說維基媒體基金會 它不負責寫維基百科這個工作 那維基媒體基金會做什麼呢 它的重點就是這些網站的營運 它需要有工程師 維運那些伺服器 然後需要有人付錢買那些網運名等等 做一些這種軟運營的事情 然後還要制定一些可能很高級的年度策略等等的 這個是基金會在做的事情 好 那再來是各地分會 維基還會有各地的分會 那各地分會像是我 我今天站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維基是什麼樣運作的 其實我們就是以各地分會的方式在進行的 那各地分會其實就是在各地推廣 無論是維基百科 或是維基的各式各樣的專案 那再來就是還會有各地的社群 各地社群就是像台南可能可以有台南的社群 專門在進行維基百科的點寫 那社群完之後就是個體戶 就是你今天電腦打開 然後寫維基的人 你就是個體戶 你就是個體戶 好 那我們再回到前面 維基它其實是一個全球的人都可以寫的一個專案 也就是說我剛剛有提到 維基它是用語言在分的 維基它是用語言在分的 所以說你其實你只要懂那個語言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一起去變那個維基 像是假設你今天你懂那個蘇格蘭語 或是你懂什麼烏克蘭語 那你就可以去寫烏克蘭語的維基版科 蘇格蘭語的維基版科 那可是我們在早上就有提到開源的概念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種開源的概念 就是因為當我今天是全球的人都一直在寫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一個全球共同的一個 無論是著作權的授權的方式 或者是說一個共同的規則 所以在維基裡面 多數的專案都會使用 CCBYSA或是CCBY或是CC0 這三個方法進行著作權的授權 那這三個東西其實在早上有簡單的 講過了嗎 有嗎 還是沒有 有嗎 我有聽到異商被我在講CC授權的部分 那知道CCBY是什麼嗎 不知道 早上沒有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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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簡單講一下什麼叫CCBY CC授權它是一個授權條款 它是跟你講說 我今天我用的特定的CC授權 我的東西就可以用什麼樣的特定的方式 給你 然後你可以用 這樣子講起來很抽象 舉個例子 我今天把這個簡報寫完了對不對 你今天要用 如果我沒有用CC授權 你是不是要經過我的同意 不然我就可以擠你 那CC授權的概念就是 我在上面掛一個CC授權 那CC授權 每一個不同的CC授權 它會告訴你說 你應該要做到什麼事情 你可以用我這一份 這一份作品 那以CC0來講 CC0就是放棄所有權利 我完全放棄我所有的著作權 你要正著用 倒著用 拆開來用 喝起來用 我都不管你 那CCBY的意思就是 你拿去用沒關係 但是你至少要標我的作者的名字 這是CCBY CCBY SA是什麼意思呢 BY就是標名字 SA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標了名字 我今天用了這份作品 我除了要標作者是誰以外 我這份作品 也要用CC授權 給別人用 這個是CCBY SA的意思 那維基百科 和維基百科 是都用CCBY SA的 所以假設你今天你的報告 有引用 有使用 維基百科的話 你的那份報告也要用CC授權 再轉出去給別人 這個是CCBY SA的概念 這邊就簡單講一下 什麼是CC授權 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到2點10分 我們休息到2點10分 然後如果想要上廁所的同學 就可以先到外面上廁所 或者是 我也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那我們趕緊十分回來 那如果 在座位上沒有事的同學 助教可以帶他們去 那個註冊維基帳號 助教可以帶他們註冊維基帳號 或者是你自己也嘗試一下註冊維基帳號 然後 那個 讓他們都從Wikidata那邊 那個 讓他們都從Wikidata那邊 注意,這個註冊維基帳號 要cereoma рoss are WA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些会 应该说有机会才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怎么样 就是客人数 就是人数啊 买的 他几个 好像六个就买的 剩几个就买的 剩几个都没那个 我应该全部都没有 所以可能到时候没有说 我也是跟他才发现这份差 没有 我刚刚就 你刚刚数七个啊 我刚刚数七个的没账号啊 就是那七个的 应该只会剩一个 会出事而已啊 一开始就出事了 一开始就出事了 一开始我就去注册啊 就出事了 你今天出事啊 你刚刚哦 就是因为我上一次账号 我忘了跟他 所以我都用另外一次账号 就注册 哦 那你刚刚就注册不了了 对对对对 所以早上有人 在偷偷注册维基帐号 谁那么无聊啊 还做这六支耶 对啊 对啊 那个 请他们在那个 供宇那边牵包 喂喂喂 欸 无限的有声音耶 好棒喔 哦哦哦 牵到上面 上面 对对上面 这里 牵到 好 各位同学有开供笔吗 那个供笔上面 有一个牵到的连结 你点进去 你就会牵到 我们有一个线上的牵到系统 你牵到完之后 你会今天会知道 你今天编的哪些东西 你会有一个实体的编辑成果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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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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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为有一个签到 你把它放大火 就是你帮他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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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連結在上面 就是你輸入這一個短黃紙就會到你共筆 這個短黃紙應該夠短了啦 很短了啦 有悲劑耶 搞什麼悲劑 有嗎?有嗎?好吃喔 這個流氓很高耶 我們真的是釣了一些學生耶 我們真的是釣了一些學生 哭啊 哭啊 坐在中間這兩個你們要靠近來的 分三組吧 要兩組嗎?兩組會有點不均衡 還是把這兩個丟過去 可以啊 應該是有釣啦 我們才11個而已嗎 蛤? 沒有啊 這麼好啊 怎麼了 順帶一提 有人用本名註冊帳號嗎? 有嗎? 沒有喔 不會怎麼樣啦 但是就是你的帳號會顯示你的本名而已啦 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 我之前帶著高中生 有人 帳號叫做夜光閃亮亮復仇鬼 然後結果 他還跑來跟我講說 有人用過了 然後我就說 那你自己看著辦 然後你知道他幹了什麼 他在前面加了煞氣A 夜光閃亮亮復仇鬼 我就說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欸這個沒有耶 我就說 沒有人那麼無聊 哈哈哈哈 簽到了嗎? 還沒註冊完喔 慢慢來 你簽啊 為何不簽 入教也要簽 對,不要簽喔 對,要簽喔 壽裔? ㄟ,台南的垃圾 這裡是對手啊 對啊 台南的垃圾會不會甜甜的啊 會啊 通緝都甜甜 出嘍 回去 eight bets 回去 eight increased noche 서도 你們剛剛那個冬瓜茶有夠甜的,你知道嗎?比逸風還要甜 我覺得逸風都已經很甜了 這邊有男女的嗎? 這邊有男女的嗎? 有 你們巧克力卡拉雞的巧克力醬是哪一種巧克力醬? 巧克力醬很多種啊 有Hershey's的,有比較甜的,也有比較不甜的 有牛奶的,有沒牛奶的 回去自己 沒有很甜喔 那個卡拉雞是有辣的還沒辣的 不會辣 要辣也可以 北部的卡拉雞都不能選,要不要辣 阿姨就是給我炸有辣的啊 阿巧克力卡拉雞真的只有巧克力跟卡拉雞喔? 要加什麼都可以喔?這麼好喔 哼 哭啊今天沒有開耶,真的是氣死我了 那天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主辦就有在講 他說他來廠刊的時候 你們老師就請主辦 就是今天那個Isabel 就請他們吃那個 巧克力卡拉雞配麻油雞 好爽啊 巧克力卡拉雞 那有吃過巧克力滑飽嗎? 沒有 巧克力卡拉雞 我有啊 也都忘了 巧克力卡拉雞這樣多少錢? 巧克力卡拉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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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那個Wi-Fi叫Alan 然後Alan Wang是我的那個 有啊 輸入SSID是我們這一間來的隔壁 誰的Wi-Fi叫輸入SSID 哥哥啊 很像他喔 我們以前的那個Wi-Fi 我們以前在高中的時候那個Wi-Fi的帳號都會寫什麼 寫一串數學公司可能是微積分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會大聲喊一句說密碼就是那個微積分的答案 OK了嗎 還有還有同學不行嗎 還有一個 那各位同學有跑去簽到嗎 有齁 我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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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選擇就是POP 不然我會做一個認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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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一下 好,各位同學幫我看一下那個簽到的地方 有沒有同學的名字不在上面的 來看一下,Oh my God,Oh my God是哪一位 Oh my God,沒有被錄測過,蠻訝異的 等一下,Oh my God是哪一位 五條貓貓,為什麼條還是簡字 它是日文字 抱歉 Learn the 木木,是誰 OK 然後,Lie 1011 OK 燕燕點,W點 OK,謝謝 無路壞的1222 你12月22生喔 那個時候是Google推薦的帳號,前面都被註冊過 喔,這樣子 YORUUUU是哪一位 你這樣你會記得你多少個U嗎 10個 10個 ZLD 0508 黃色衣服的朋友你呢 要簽到啊 要簽到啊 那你重整一下 我重整一下 這個嗎 Y-O-K-A 可可,剩你啊 真的啊 你有簽到上去嗎 如果這樣子14個對嗎 14個對嗎 14個對嗎 我沒有進 我沒有進 14個 好 14個喔 OK 好,那 好,那各位同學幫我回到共筆喔 那我回到共筆的最下面 好 那 台南的無堂是無法再加堂 聽起來就很恐怖 為什麼我的頭會在這邊抖動啊 好恐怖喔 你怎樣 吸太多甜了 呃 呃 不抖動了 呃 呃 好 好,那各位同學 因為我們今天課的時間真的蠻短的齁 剛剛已經等稍微等了一個多小時了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要來教各位同學 寫的是Wiki Data 那這邊先來講一下 簡單的講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要寫Wiki Data 太棒了,是無限的 我先來問一個問題 你們直覺的回答我 請問台灣的淡水河在哪裡 你覺得台灣的淡水河在哪裡 在台北 在台北 那你為什麼會知道淡水河在台北 因為不在台南 所以你知道淡水河在哪裡嗎 在台北 好 那你們覺得問電腦淡水河在哪裡 他會回答你說 你覺得他會回答嗎 淡水河 沒錯 沒錯 他會找一條淡水河 台灣每一條都是淡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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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嗎 台灣沒有淡水河 這就是電腦其實在讀資料的時候 他其實笨笨的 就是電腦如果今天在讀中文的時候 他可能他只會讀到那個字 他會先斷詞 斷完詞之後 他就會去找那個結果 那對他而言淡水河可能有很多意思 像是以兩岸三地來講 我們台北有個淡水河對不對 大家知道上海也有淡水河 廣東也有淡水河 那更不用講說淡水的河 都叫淡水河 那這時候我們應該要怎麼去處理呢 其實有一個很直接的處理方式就是 我們要設計一個讓電腦讀得懂的維基百科 因為現在的維基百科 其實我們看我們人讀得懂 是因為裡面的字跟詞 是我們都看得懂的 那可是對電腦而言 這些字跟詞其實很難看懂 我這邊舉一個很有趣的這個案例 剛剛我是不是有提到我們中文的維基百科 它的那個反體跟簡字 那個簡字跟反字 它是自動轉換的嗎 我們以前就常常發生一件有趣的故事 我們以前就有發現一個有趣的故事 大家有沒有聽過海內存知己 海內存知己這一句話 簡體字的時候寫說叫海內存知己 那大家知道繁體字 維基百科會自動翻成什麼 各位知道嗎 不知道 它會翻成海記憶體之己 知道為什麼嗎 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因為它讀到內存兩個字 然後內存在中國就是記憶體的意思 然後它就變成海記憶體之己 那可是我們這時候其實就要去跟它指定講說 其實這邊的海 這邊的內存並不是記憶體的意思 而是整個詞它有讀字的意思 那這個也發生在另外一個有趣的案例 就是我們台北有一間學校叫共寮國小 大家知道共寮嗎 就是也是有海水浴場的地方 共寮國小翻成簡字的時候 會不會翻成什麼 大家知道 再猜猜看 大家有頭緒嗎 共寮國小翻成簡字 會不會翻成叫做共老郭小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偵測到寮國 寮國的那個簡字叫老郭 或是老郭都可以 然後它就會變成共老郭小 那這個都是我們在做斷詞上面的時候 電腦不懂怎麼斷字 電腦不懂怎麼斷字 電腦很笨的 電腦在想事情的時候 1就是1 2就是2 0就是0 所以它今天我們講說台南女中 電腦其實不知道台南女中 到底講的是這個學校 還是這個space這個空間 它不知道你講的是地點 還是學校還是這個組織 它不懂 所以這時候我們需要寫一些讓電腦看得懂的東西 這樣子才能幫助電腦去幫我們做更多的資料分析 那今天我們 今天我們 順帶一提 如果你很喜歡看某一部動漫 然後不想被爆雷 那不要去查那個動漫的維基百科 也不要去看它的wikidata 像是如果你去看哈利波特的wikidata 你就會被爆雷 因為在 我這樣會被爆雷 爆雷你們哈利波特應該還好吧 就是 在wikidata裡面 哈利波特這個人 他在裡面就不寫他是人 他直接寫說他是分靈體 如果有看你就會知道 就是 就是你已經被爆雷了 對 那 那 在維基裡面 在維基裡面 我們有一個專案是專門設計給電腦讀的 那這個給電腦讀的這個專案 就是wikidata 就是wikidata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我們要來 讓各位同學讀資料 然後 把這個資料寫成wikidata 然後最後從你們寫出來的wikidata裡面 嘗試看能不能做一些資料分析 先下課 可是我們剛剛已經下過了 而且隔壁不是也下過課 有嗎 所以他沒有吃到餅乾嗎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開始弄東西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開始弄資料的時候 想要吃糖果餅乾的自取 但是不要帶進來 會出事 好不好 好 那今天我們就分兩組 因為我們 本來我們是設定說有15個人 所以分三組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分兩組 那分兩組 怎麼分呢 很簡單 就是中間兩位大哥 你們自己選 看你要選左邊還是右邊 選邊站 黃色的你先選 你想要選右邊還是左邊 左邊 那你只能右邊 不好意思 那我們今天只剩兩組 我們今天只有兩組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兩組要看的資料 就是我們這份論文 這份論文叫做平埔原鄉 漢人入替 麻豆地區漢人家族的發展 那 右邊這一組 請你們從第21頁開始看 他沒那麼多頁 哭啊 不是21頁 說錯了 喔對 右邊這一組就是我的右邊這一組 請大家從第 第二頁開始看 你們要整理的資料呢 是郭家的資料 我的左邊這一組呢 請你們從 第 幾頁 怎麼會是51 是11 就是麻豆郭家跟麻豆林家 對不對 左邊這一組 幫我看 從第11頁開始 你們要看的是 麻豆林家 那今天我們要來整理一個家族的族譜的時候 我們在讀這個家族的族譜的時候 他寫成這樣子論文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難讀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仔細看喔 他這邊就寫說 之後郭家又添了郭少洲郭惠 一名姓名不詳的女兒 郭少漢 郭重 郭少祖 另有一子郭少饒 然後 然後你聽起來就會覺得很混亂對不對 但是其實這些畫 你們把它讀一讀之後 它其實就是可以被畫成一個世系表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工作目標 其實就是 哇這沒有開過 我們今天的工作目標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嘗試從裡面 從裡面這個 我現在右邊這組是要做郭家 我們要嘗試從這個資訊裡面 找出郭家的這個始祖是誰 A 師祖是A 然後下面有幾個小孩 然後這些小孩幹了什麼事 那這邊我先示範一次給各位同學看說 要怎麼樣去做這個資料的整理 那我做一次之後 我做一次之後 大家就可以嘗試的開始跟我做 那因為大家已經看了這一 大家看的是這兩篇 所以我就不跟大家競爭了 我就再看另外一篇 這邊你們能不能見識喔 你們現在高中生真的很辛苦 我那天就叫高中生 聽他們的老師在講 你們現在沒有寫小論是避不了業的 是嗎 有這種事嗎 還是沒有 怎麼看你們意義的茫然 還是你們老是還沒跟你們講這個殘忍的事實 就是聽說你們好像畢業都要寫一份小論文 有嗎 我是不知道 當時我們小論文是愛寫不寫的 或是亂寫 但是你們好像現在小論文會納入你們 的那個考試的內容 那我不管 那就是 今天我們上這個課程 到最後其實是訓練各位同學 找資料的能力 我今天跟大家設定一個很明確的 資料搜集的目標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 透過這個目標去練習說如何找資料 找資料很困難的 你們知道嗎 那個 2017年大家有整理出 就是 一般的人 在使用網路上面 遇到的困難 然後你們知道第一名是什麼嗎 就是不會Google 因為像是 像是有人肚子痛的 那 那 有些人Google就會寫 肚子痛的怎麼辦 然後 就會有很多 就會有很多農場的跑出來 對 那我今天是希望訓練各位同學 整理資料的能力 好 那我整理這個 好 你看我現在我要整理這個人 叫做李善明 這樣看得到嗎 還是 如果看不到的同學可以來前面看 我現在要整理這個人叫李善明 那李善明他這邊就寫說 李善明自得要 又稱李久公 所以這個人可以叫李善明 也可以叫李得要 也叫李久公 那我們在寫Wikidata的時候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我會建議你們 就是在寫的時候 左邊放Wikidata 右邊放你要讀的資料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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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跑去哪裡 欸 哭啊 在這裡 好 那我現在做李善明對不對 那我現在看到李善明 好 那你們在做的時候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們現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把我們要先在Wikidata裡面搜尋 這筆資料有沒有重複 好我現在打李善明 李善明沒有 但是因為這個人又可以叫李得要或李久公 所以我要搜尋看看李得要有沒有 好也沒有 那李久公 好也沒有 就表示說Wikidata裡面還沒有寫這個人 那還沒有寫這個人 要怎麼辦呢 你們就按到左邊 按建立新項目 然後呢 開始寫 標籤就是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那李 好這個人 我用李善明好了 那描述 描述就是說這個人是誰 那 以這篇論文來講 這個人是李騰芳家族的 一份子 那我們就寫說他是 桃園大溪李氏族人 那像是 像是我右邊這一組寫的是 大臣郭家 就可以寫說是 麻豆大臣郭家 郭氏族人 或是郭家族人 或是郭家族人 我們要做什麼 很簡單 標籤 複製 中文 複製 因為這些中文都是共通的 所以幫我複製貼上 然後貼上之後呢 貼上之後呢 就開始寫一些東西 我們就要開始 陳述這個人是誰 陳述這個人是誰 那首先我們要跟電腦講說 這一筆資料是什麼資料 那 對電腦而言 對電腦而言 現在 電腦裡面多了一筆資料 這個人 這個東西 我要強調這個東西 現在叫李善明 對電腦而言 他還不知道李善明是什麼蛙哥 所以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告訴李善明是什麼 李善明 跟電腦講說 李善明是什麼蛙哥 那所以我們 第一個要寫什麼 我們要寫說 李善明的性質是什麼 是什麼 性質是什麼 李善明是什麼蛙哥 來 我們第一個要告訴電腦 李善明是什麼東西 想像一下 都可以 隨便講 對 一個人 對啊 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而已 電腦就是這麼笨 他連李善明 他現在不知道李善明是什麼東西 他現在不知道李善明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要告訴電腦說 李善明是什麼東西 那現在李善明他是個人 那我們就要選說 他的性質是什麼 是人類 是人類 好 那人類完了之後要幹嘛呢 我們還可以寫什麼 寫 他是男性 他上面 雖然沒有寫 但是我們知道 他應該是男性 因為他上面 女性都有特別標 然後呢 還要寫什麼 寫說 他 他姓李 他姓李之後呢 再來 再來 特別講一下喔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 這個李善明 他字德耀 然後又稱李九公 那我們就要在 易稱偉這邊寫上說 他也叫做李德耀 或也叫做李九公 這樣子別人在查的時候 查李九公才會查到這個人 像是 如果你今天寫 陳交行 然後沒有在易稱偉那邊寫 教堂哥哥 永遠沒有人會查到 因為很多人可能都查 教堂哥哥 知道教堂哥哥 叫陳交行的情局的時候 沒人知道 你們連教堂哥哥是誰都不知道 不知道 那光頭哥哥知道吧 知道 他們知道光頭哥哥 不知道教堂哥哥 那香蕉哥哥呢 就是塗抹孩子微笑的那一個 香蕉哥哥的資料也是要寫 他叫香蕉哥哥 不然沒有 就是 我查一下香蕉哥哥 香蕉哥哥真的很恐怖 人家已經死了 香蕉 打香蕉不會有香蕉哥哥 不會有一堆香蕉 香蕉哥哥叫頂倫元 那大家知道阿滴叫什麼嗎 有人知道嗎 雖然知道也不會這樣 阿滴叫做都醒瑞 阿滴跟弟妹都姓都 就是都市的都 那個人要唸都還唸都 總之就是那個都市的都 你看就是 他上面是寫領倫元 應該是沒有人知道香蕉哥叫領倫元 應該不會知道 好 那李善明下面 他姓李 那可以寫什麼 你看他這邊寫說 他生於清康熙61年 那我們就在這邊出生日期寫清康熙61年 他沒有清康熙61年也可以選 所以你要寫1722年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看論文上面只有寫 明或清或是 大政招和 你要自己去查 對招表 1722年 你看喔 像上面這邊就有一個小旗子 他就講說姓名上面也應該聲明名字 這個我們先不要理他 因為我們 因為這個 他會要求說有姓氏的要有名字 原因是因為在歐美 他們的名字很多都重複 他們的蔡奇阿名 比我們的蔡奇阿名還要跟蔡奇阿 像是可能全班講個 欸Peter 然後全班都講Peter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中文上面就先不做 可能出生日期可以做 那出生日期的參考文獻要怎麼做呢 你們會看到右下角有個參考文獻 新增參考文獻 點下去之後 它會自然跳出來 那我們今天這個是論文 那你們的論文 它的連結就在這邊 就是你們點進去的時候就有連結 我們助教用的 我們教學用的這份論文 它的連結在別邊 幫我把那一份的論文的連結貼在別的裡 貼過去那裡 就是李騰邦那一份 沒有那個是Google Drive的連結 論文加之網的連結 那你們要幫忙 你們等下加連結的時候 等加法是這樣 因為你們參考文獻來自連結 所以你們就用來源網址貼上 然後網址有一個很重要的要加的東西 叫做檢索日期 就是你什麼時候去看這筆資料 那一律就是今天 那一律就是今天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那份論文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份論文 那你看到他生於 1722年 足於1789年 那我們就可以寫說他過世是1789年 那我們就可以寫說他過世是1789年 有沒有很像在填表格 然後只是這個表格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的藍位是你自己選的 然後還可以填國籍 他那時候是大清 然後呢還可以填 然後呢還可以填 先這樣子 那大致上就是填這些內容 那各位同學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填的話 我們在HackMD下面 有一個人物屬性辦理 請各位同學可以去看 然後呢 如果你發現論文上面這個人有資料 但是資料不夠全的話 你可以嘗試去Google看看 看有沒有額外的資料 那當你用Google的 Google到的資料 得到這些內容的時候 那請你來源網址就填到 你Google到的地方 好 那請各位同學在那個 好我現在 等一下齁 好 各位同學 剛剛已經開始做的 有的人 應該還沒有同學開始做吧 還沒有齁 那請各位同學 從現在開始 右邊這邊是郭家 然後這邊是林家 你們現在先做第一件事 先去論文裡面找一個人 是那個家族裡面的人 然後幫我在上面寫 在上面認領那個人 就是假設我現在要寫的那個人 是林文敏 那你就幫我林文敏 然後後面用你的ID 這樣我就知道你寫的是林文敏 因為怕打架 OK 那我們現在先給各位同學 大概10到15分鐘做這件事 那這段時間 如果你要去上廁所的 吃餅乾的 喝飲料的 就自己游過去 那我們到3點 我會開始帶下一個步驟 好 好 有任何問題的可以舉手 然後想要去吃東西也可以去吃 不然他們都以為我不知道 我去吃 沒有什麼 什麼都有耶 我看什麼都有 好 那我先去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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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電視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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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寫在維基裡面的資料,都需要有參考文獻 主席 這是我們來做很反例的 我們來做很反例的 我們要看這一點 然後 就開始開了 它是 它是那種 撥扮扮 然後 它是 撥扮 撥扮 其實看有沒有重複,不用去點搜尋 你只要丟進輸入框裡面 只要查不到東西 就表示沒有 因為wikidea裡面沒有任何的推薦計算法 它不會硬推薦給你 那就是沒有就是沒有 不過家應該有夠多人可以寫 然後如果 覺得資訊不夠多,你就自己 上網 去找找看說 欸這個人 好 然後 真的沒有人想要去外面吃點糖果餅乾 對啊 很多餅乾喔 沒有餅乾吧 沒有餅乾 你順便問一下 有高二的嗎 你選組了嗎 你選什麼組 自然喔 自然喔 你們現在分組是怎麼分的啊 只有自然之後有 只有分兩組喔 啊 三組 啊你們兩組 每個學校還有不同分法喔 四組 四組是什麼組 第四組 我記得我以前四組 第四組是藝術組 第五組是體育組 但現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這樣分 沒有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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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男孩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還有這種事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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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稱為不可以這樣寫 幫我按編輯 就是像是他明義記的玉記對不對 那他應該叫做郭玉記 然後治君婿 所以他應該叫郭君婿 慧就是明的意思 像是你叫慕玉家對不對 你是慕慧玉家 這國文課不是有教嗎 這國文課不是有教嗎 與郭韻玉五舉宜屬堂兄弟 就是他跟郭韻玉 他跟郭韻玉是堂兄弟的關係 這句話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郭韻玉他中五舉 因為你看喔 郭婷姬他老爸是郭幻祥 郭韻玉他老爸是郭幻偉 郭韻玉他老爸是郭幻偉 郭幻偉 郭幻偉跟郭幻祥是兄弟關係 所以就要叫堂哥 沒有概念 畫一張圖就知道啦 來來來來來 來 哇 剛剛郭家的同學有問到喔 來 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我們各位同學 要來做這個東西喔 因為其實看這個文章喔 你真的是 連你自己看都覺得頭昏眼花喔 這個應該是這樣 欸是耶 太多了 好 好 來 那個 那個誰 凱瑞你為什麼唸第一句 那個郭韻玉 郭韻玉怎樣 郭韻玉無舉 一數 不是啦 郭韻玉這個人的冒號後面 郭韻玉他老爸是誰 那個郭幻 郭幻什麼 郭幻偉 郭幻偉啦 郭幻偉 對對對 喔他老爸是郭幻偉喔 然後郭韻玉下面那個 郭韻玉下面那個是誰 郭婷姬 郭婷姬 郭婷姬嘛 我先隨便寫啦 如果我寫錯就再說了 郭婷姬 郭婷姬他老爸是誰 郭婷姬 郭婷姬 所以可以推論出郭煥翔跟郭煥韋應該是同輩 然後有同一個老爸 所以郭婷姬後面那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那個叔叔或伯伯的兒子 你要叫什麼 堂兄弟姊妹 所以郭婷姬跟郭韻育屬堂兄弟是這個意思 沒有了解嗎 所以你慢慢讀懂 然後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讀懂資料做完 做分析就會有很有趣的東西出現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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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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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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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